本所远警于19日深夜30件一男子独自坐在骑警区烧餐的某个角落休息 恰逢远警已经连续两日见正姓男子均独坐在靠山 所以向前关切 经询问盛男身份 发现正男目前为通缉犯的身份 随即呼叫资源警力到场协助 经了解正男离家后便与家人嫌少联系 导致未收到桃园地院所发布的通缉书 经请训后全案解送至桃园地院归案 主动盘查可疑或违规是警察的本质 也是同仁队维护治安的自我要求 透过线上巡逻与盘查 除了能直接强化犯罪预防的极打极能量 更是争取市民对执法人员的尊重与认可的最佳途径